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小胡子 我本打算买特斯拉摩托三 可是现在我看小米苏七热度很高 也挺漂亮的 不知道小米苏七的质量有没有摩托三好 你给说一说 谢谢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这两款车如果让你重新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小胡子本人的意思呢 还是选特斯拉摩托三 不是说不支持国产 也不是说小米苏七的产品力不行 也很棒 只是小米苏七毕竟还是小米汽车的第一代产品车型 它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还是需要时间去实测一下的 不能只用嘴说行就行 是不是 车这个东西有些问题 你不长时间去开它 有些隐藏的问题 它是不会暴露出来的 知道吗 但是小米苏七 无论是外观 内饰还是用料都要好于特斯拉摩托三 包括双电机带来的六百七十三的马力八百三十八的扭矩 把零百加速压榨到三秒之内 两点七八秒 参数属性绝对好于特斯拉摩托三 但是特斯拉摩托三的产品稳定性要更成熟一些 并且看起来操控也更好 虽然雷军也说了小米苏七就是对标特斯拉摩托三 但是实际对比起来小米苏七在驾驶体验上的确是在国产新能源里面最贴近特斯拉摩托三的车子 最无限接近的了 但是还是差一点 但是由于它的四驱MAX版底牌匹配了悬架软硬高低调节和空气悬架 但是没有那么舒服 调调取向很明显就是笨得操控死劲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小米苏七这部车了 我建议还是挡一挡 听一听第一批车主回馈什么样 那么现在目前知道的是它的座椅舒适性不行 太短而且太单薄 特别是后排支撑力不够支撑不起来这个腿来 虽然是定位C机车空间和腿部支撑还不如一个B机车 再也就是说头和顶部太近了 这么很容易上下车顶脑袋顶头 这是一个啊 它这个车的所以说还是你要是能接受这几个缺点吧 总而言之一念之差 你要是喜欢这个东西有一点缺点呢 我也不在乎 如果是不喜欢这车呢 你怎么着 它也是不喜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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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